好的 那咱们今天来给大家画一个 给大家上一个公开课 可以看到我已经把区域 这个小的位置给大家去进行了一个标记 因为我待会的话 会给大家去讲一些知识点 那么这个知识点的话 就会涉及到我们今天是讲的一个数构图 一个数个图的一个画面 所以我提前把这个位置给大家预留下 预留出来 然后咱们今天的话呢 是给大家去先让大家看一下 我用的一个工具材料 用的工具材料非常简单 如果大家是自己有这个工具材料的话 可以跟着一起试一试 可以跟着一起试一试 可以看到我今天的话 可能会用大小两只笔 两只毛笔 然后呢还会用到这个勾线笔 勾线笔 当然勾线笔的话 你们可以不用这么多 有一只就够了 有一只就够了 那么我这边的话 就是我会拿一只勾线笔 最后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线条的勾勒 那么这是咱们的笔这一块 纸的话呢 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给你们写一下 用的是这个 保红的中初 用的是中初 300克的 所以你新学院的话 或者说刚刚接触水彩的同学的话 从这个入手 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好吧 那工具材料这一块呢 就跟大家去讲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讲到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 一个重点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课程 对吧今天教大家画一个这个水彩当中常见的 或者说最富有这个 很多同学都喜欢水彩对吧 那么它是一个 从这个风景入手 尤其是对于一些零基础 或者说是一些 基础小白来讲的话 从风景入手的话 它的这个不管是造型也好 还是你的这个适应也好 它相对来说会好很多 好上手很多 我给大家去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 利图哈 咱们今天的话呢 是给大家去进行这个 一个黄蜂的黄蜂的一个这个 示范哈 示范 那么咱们今天的话主要是来讲这个 那么在讲这个之前 我首先会给大家去讲一下咱们的一个知识要点 那么你把这个知识点讲 听懂了之后 那么咱们就可以接着来进行一个示范 其实它这个它这个绘画的过程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但是我这个理论的话不仅仅只是说用来画这一张画 听清楚啊 不仅仅只是用来画这一张画 你学会了这个理论之后或者说你听懂了之后 对你接下来在绘画当中都会有一个很大或者说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哈 但是这个的话其实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点可能大家都会接触过 接触过绘画的人可能都听过哈 可能都听过 但是具体要怎么去运用在画面当中我们怎么去表现它哈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一个重点好一个重点好话不多讲好 如果大家对这个声音和画面没问题的话就可以敲一个一好 敲一个一咱们呢就正式进入咱们今天的一个啊 知识要点的一个拆分这么一个环节好 如果是知道我的同学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我每堂课上课之前会给大家去讲这个知识要点的一个拆分哈 一个知识要点的一个拆分 那么这个才是我们最应该去学的一些学习方法 而不是仅仅的像有一些这种对吧 他只是会告诉你说 哎我老师我这个是什么颜色条什么颜色对吧 啊我这个是怎么样怎么画 你按照我这个画肯定能画出来对吧 那我如果不按照你这个画对吧 我自己去画我能不能画出来对吧 那这个地方就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我们教的是方法教的是方法 好那我们 你这个图片上不上 那我们现在画面是一个人 我藏了 这玩意是咋怎么的呀 稍等我一下哈 把这个图片给你们放出来哈 哎 干啥 稍等我一下哈 因为我这个图片他们看不到 图片看不到啊 你是分享的啥 我是截图啊 你要把这个窗口放到他上面呢 你这个你没有放图片呀大哥 啊我还没放图片 他不是以前就直接 去这上 哎呦没有没有 差一点 稍等一下哈 先把这个图片 因为我之前是放在这个截图下 你们可能看不到哈 可能看不到 还有小吗 不用了 差不多就行了 好的 好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现在能看到了吗 能看到的话 敲一个一哈 能看到的话可以敲一个一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话就是 首先要确定一下我们这个 声音和画面 对吧 确保你们能够看得到 因为你看得到之后 你才能够知道我们接下来是 具体的讲的每个点 好的 出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出了一个小小插曲 但是没关系 不影响我们讲知识点 对吧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一下我们 今天的 今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我会讲到的 就是我们画面中的一个 黑白灰的一个安排 好所以这个的话对吧 黑白灰这几个字对吧 在画面当中如果说就是 你接触过素描 或者说你接触过绘画的话 这几个词应该不陌生 对吧 但是很多人 听过这个词 但是并不知道在画面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安排他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讲 对吧 哎 老师我们画的是一个色彩 你跟我讲黑白灰有什么用 对不对 你应该跟我讲色彩啊 对不对 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对不对 或者说你是不是想听就是我 我跟你们讲色彩的知识 对吧 当然色彩的知识 如果大家想听的话 之后的话 我也会给大家去讲这个 色彩的一些这个 理论知识 或者说是一些技巧都可以 但是并不是说在色彩当中 就不要去讲这个素描的关系 或者说不要去讲这个黑白灰的关系 所以我说你今天 如果把这堂课听懂了之后 那么接下来后面的话 对吧 你自己可以去捋一捋 或者说去捋顺 都是没问题的 好 那么我们今天讲黑白灰 首先我给大家去解释一下 那么在黑白灰在画面当中 我们怎么去安排 比如说对吧 你看现在这个方格里面 对吧 我们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 哈 这个方格里面对吧 就是我什么颜色都不涂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它是一个白色的一个色块 对吧 它是一个白色的色块 记住了哈 它是个白色的 那么同样的对吧 我们在一个方块里面 哎 我们把它怎么样 涂黑 对吧 跟着我的思路一起来 好 因为只有跟着思路一起来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真正的有一些思考 有一些收获 哎 那么这个色块跟这个色块相比 那么这个色块就是一个黑的 对吧 这一步应该没问题 哈 我相信所有的同学都能做到这一步 就是你去区分它对吧 你去感受它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同样的 在这个色块里面对吧 我们同样的去涂色 但是我们涂色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个点就是我们 这个上手的这个力度对吧 相对来说要轻易些哈 让它有一些这个变化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很明显 它是一个灰色调 对吧 它跟它比 它是黑的 它是灰的 那么我们 搞清楚这个黑白灰的这几个层次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画面当中去安排它 或者说我们去比较它 去合理的去分配它 你看像这个里面的话 如果说在一个画面当中对吧 你没有任何的 在白色的这个画面当中 你没有任何的黑或者灰的话 它这个画面其实是非常的什么呀 非常单调的 非常单调的 但是在这个黑的黑的色块当中 如果说 或者说在一个大面积黑色的色块当中 它没有白色和灰色去进行一个调配的话 那么它整个画面同样的 它会很闷 它会不透气 对吧 那么在灰色的这个色块当中 没有白色 没有黑色 你再去看这个黑色的色块 灰色的色块对吧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单调的色块 所以我们讲的是 就是我们如何在同一个色块 同一个画面当中 同一个画面当中 合理的运用 安排 对吧 这几层关系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那么结合我们今天这个 今天我们这个素材图 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结合具体的案例 来给大家去分析 比如说 我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小的一个色稿练习 我们今天会画是一个长方性构图 对吧 我们就这样子画一个长方性构图 画面当中的物体和元素非常简单 下面的话是一些树 对吧 我们就简单的 给大家画一些树 然后有一些树丛 对吧 那么这个是一个 组成部分 就是画面当中的元素 对吧 这一块 它是一个树丛 那么第二个组成部分 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些 云朵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网霞也好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也好 对吧 它会有一些云朵的一些产生 那么这是第二部分 那么第三部分呢 就是它这个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 一个背景 那么到这一步 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 大家注意听 这个在这个画面当中 你觉得对吧 我们去安排他的话 我们把这个黑白灰的这种关系 对吧 一一对应进来 一一对应进来 比如说我们把整个 这个树丛的这个颜色 单成一个黑色块 对吧 我们就是把这一块 挪到这里来 挪到这里来 那我们就是把它加深 加深 好 包括这一块也是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我问大家 在这个画面当中有几个色块 有几个色块 大家可以在斑木当中 就是跟着我的这个思路 一起来了解和学习 一起去思考 就是你要慢慢的知道 你在这个画面当中 你画了之后 对吧 它会有些什么样的 一些效果产生 对吧 那这个时候画面当中 它会有一个 白和黑 对不对 白和黑 那么它缺少的是什么呢 它缺少的是一个 灰色 对吧 它缺少的是一个灰色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 你说白的话 就一定是要留纯白吗 在素描关系当中 你这个纯白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 你看我们这个 是需要上色的 对吧 它有一个背景的颜色 是需要上色的 所以我们可以浅浅的 浅浅的给它铺一层 这个背景色 好 铺了这一层背景色之后 那我问大家 这个云朵的颜色 对吧 这个云朵的颜色 它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来 思考一下 云朵的颜色 它应该是我们给这个色彩 或者说我们给这个画面的整体 这个色调 给它进行一个排序 或者说进行一个 色调的区分的话 它应该是 怎么样 背景是最浅的 对吧 然后呢 云朵稍微深一点点 对吧 然后云朵呢 它又没有树虫这么 深 对不对 所以它整个这个 黑白灰的关系 它这么捋顺一下来的话 它应该是这样子的 背景 对吧 小于云朵 小于树虫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从黑白灰的这个理念当中来跟大家去讲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 白 灰 黑 所以它是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哈 你的这个背景应该比你的这个云朵应该比这个背景更深一点点对不对 但是它现在的话没有 那我们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稍微加深一点点对吧 稍微加深一点点让它这个云朵的这个感觉要稍微深一点点哈 稍微深一点点 浅浅的加深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三个 很明确的一个色块对不对 背景的 浅灰色 然后这个云朵的稍微重一点点的颜色 再到最后的这个树虫的这个重色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画色稿的时候 我们去安排它这个 黑白灰之间的这个关系 黑白灰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你要去自己去理解它并且去运用它就在这个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大家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同学可以敲个8 敲个8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 不考虑颜色 我们只考虑这个画面当中的黑白灰的效果 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去考虑颜色 如果说你一旦考虑这个颜色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画面当中就是从色彩的角度上面去分析它 而不是从这个画面的黑白灰的关系去分去分析它 这个的话是很多同学就是 在画这个色彩的时候容易忽略的 他画色彩的时候 他只关心这个画面的 对吧 红色蓝色绿色 他不考虑这个黑白灰的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你有的时候虽然你的颜色画的是 特别多特别好看 特别特别和谐 对吧 但是你整个画面的这种黑白灰的这种素描关系的这种节奏 或者说这种层次 它其实是不够强烈的 对吧 它其实是不够强烈的 所以我们这一步的话 我们要先在 这个脑海当中 或者说我们在画这种风景的时候 我们先把这个 素描关系先给它大致的捋一捋 当然如果说你这个 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你如果这个 我们现在只分了三个这个色阶 对不对 当然你可以分得更多一点 比如说 在这个白和灰之间 对吧 你还可以分一个层次 在这个灰和黑之间 你又可以分一个层次 所以就是你如果这个层次分的越多 那就说明你这个 画面就越丰富 对吧 你的这个色阶感就越强 当然如果说你分的少 或者说你想把这个对比效果拉大的话 其实我们把这个三个这种 大的黑白灰的这种关系 把它捋顺了 我们同样的就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画面效果 得到一个很好的画面效果 那么接下来呢 我会去给大家去讲一下 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在这个画面当中 因为很多同学都肯定是 想着 对吧 我今天过来上这个公开课 或者说我去看这个课程 对吧 那我肯定是想看你是怎么画的 对吧 或者说我能不能够画出这个效果来 好 当然不管你是有基础还是没基础的 对吧 我跟你前面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析 好 在我看来这个东西比这个示范更加重要 更加重要 示范的话 我待会会给你们去进行一个完整的示范 好 如果想不想看 想看的同学的话可以敲一个六好 敲一个六 然后我就知道你们大概是 有多少同学是有这个基础 或者是想接着把前面这一部分已经理解了 想接着往后面继续的 因为我希望的是教会你们的一种方法 然后你通过你把这种黑白灰的这种关系 掌握好了之后 你可以不单单只画我这一张画 不单单只是画我这一张 因为我可以再换一个题材 对吧 或者说我再换一个风景 你同样的可以用这个黑白灰的这种关系 去表现它 而不只是说我告诉你这个黑白灰的关系 你今天就只能画这张晚霞 对吧 你换一个雪天的风景 你就不会画了 对 一定就是大家如果来对吧 抽时间来看这个直播 那肯定就是第一是咱们有缘分 对吧 那么第二还是说大家就是 希望大家有一些 知识的吸收或者说进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比这个 示范更加重要 而不是我一上来我就直接开始画 对吧 我也不讲解 我也不讲这个来龙去脉 我直接来画 然后到时候就是你们看到这个视频 你只会觉得我画的好 画的又好又快 但是自己根本没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和知识的吸收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的时间也是时间 我的时间也是时间 那我希望我的这个时间花费的更好 或者说让别人有所收获 好的 那这个话题就扯远了 扯远了 咱们就收回来好吧 收回来 咱们就继续来进行这个示范 首先的话呢 可以看到这个的话 如果说你有一定的这种能力 或者说你有一定的这个社会基础的话 其实画这段画面的话是不需要起稿的 我们可以脱稿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零基础小白 就是我昨天刚买的颜料 对吧 我昨天刚把这个工具材料给备齐 我今天就听到了你这堂课 那我就想试一下 那如果是这种学员 或者说你是这种基础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稍微的 用这个 用这个 自动铅笔 稍微的浅浅的勾一个形 主要是勾下面这一块 好顶上这一块没什么好勾的 没什么好勾的 但如果说你对自己也不放心 或者说还是想稳扎稳打的话 注意听我的措辞 浅浅的勾一个就可以了 浅浅的勾一个 不要像我这个样子一样 这个的话 因为第一 我是给你们做示范 我需要你们清晰的去把这个东西给 最直观的把它给了解 所以我画的时候我会下手比较重 第二一个 我这个是一个知识的一个讲解 并不是做一个现稿的一个示范 所以这个跟这个现稿是有区别的 尤其是新学院 我非常怕你们就是 看到这种 就是 然后 我就自己去操作 有的时候会有这种误导的性质 因为现在这种互联网上这种 知识的 索取是非常简单的 也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这个知识的话呢 你索取之后 还有一个点就是你要自己去分别它 对吧 哪些知识是正确的 哪些知识它是片面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你不要看这 老师你这上面画的这么重 我也画这么重 对吧 我这个是用碳笔画的 我这个是用碳笔画的 为的就是让你们去看得更清楚 所以我用碳笔画 但是你们自己去起现稿的时候 千万千万哈 用这种 浅浅的这种 自动铅笔 或者说这种 这种画画的这种笔就可以了 一个字浅 一个字浅 那我这里我就不给大家去起这个稿了 哈 我就直接开始画 好吧 首先在画之前呢 我们先给这个 先给这个纸面整体铺水哈 因为我需要画的是这个 画面的一个背景哈 我们先从背景开始画 因为我们在画水彩当中 我们讲究的是有浅到深哈 第二个我给你们讲步骤了哈 这个地方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听 对吧 然后我也把这个步骤好好给你们讲一下哈 步骤 有浅到深哈 第二个 有远即近哈 有远即近 就是我们画的时候 我们你看这个地方它有两个层次 对吧 一个是前面的这个 这个 树丛 对吧 或者说树林 第二个才是后面的这个 云朵 云朵后面才是这个 背景 对吧 这个天空 所以我们 我们肯定是这个有远到近来画 有远到近来画 首先呢 我们用这个 毛笔哈 占清水 看到没有 就是我现在是刷了水的哈 纸上没有刷水 但是我笔上是占了清水的 我把它轻轻的涂抹在这个 纸面上面 在工具材料这一块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就即时的发弹幕哈 或者说去联系我们的这个 助理老师 因为工具材料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 怎么说 不算复杂吧 但是它是有它自己的讲究的 尤其是水彩 有的时候不是你这个 你画不出这种效果 或者说你的方法有问题 而是你的材料有问题 而是你的材料有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我就给你们讲 我今天用的是什么纸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重要的哈 首先咱们来给它浅浅的铺一层水 铺一层水之后有一个小点要注意哈 千万不要着急去画 让这个 纸 把这个水分稍微吸收一点点 好 我们现在再来开始进行这个上色 上色的时候 我们先从浅色开始画 那我就简简单单的 对吧 画一个晚霞这种效果的话 我们先简单的上这个 黄色 对吧 浅色的黄色 你看我画的很随意哈 黄色画完之后呢 我们给它秤湿的时候 进行一个颜色的晕染和过渡 上这个 橘色 对吧 这都无所谓的哈 先上上去 在这时候发现没有 我整个画面的这个 水分是比较多的 橘色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上一点点橙 好吧 加一点点红色进去就可以了 它就变成橙色了 好 橙色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点稍微偏深一点点 或者说偏暗红色一点点的 就让它有一个衔接和渐变哈 在这个纸面上面 好 所以这个的时候你看 我画这个背景的时候啊 就是我的水分是比较多的 水分比较多的 好 再往上 我们进行一个衔接和渐变 底下的话颜色稍微会偏暖一点点 偏暖色一点点 看到没有啊 这个时候我们千万先不要 着急去动这个 纸面哈 如果你去动它的话 你看 它这个会随着这个 水分进行一些流失哈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上进行一个 颜色的一个过渡哈 好 往上的时候我们继续 往上 慢慢的 由红到紫 对吧 把这个颜色稍微加深一点点 再到这个蓝色啊 好 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它越往上的话 它这个颜色会越重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种重的这种感觉给它给画出来 让这个颜色自己去进行一些融合和过渡 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特别容易这个颜色有混合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呢 一定要先把它这个周围的这个颜色 把它吸掉一点点 你看这个时候就是你去控制这个颜料的时候 控制这个颜料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们的颜色可以再加深一点点 画的整体的像这种网霞一样的这种效果 稍微把这个纸可以稍微立起来一点点 让它这个颜色稍微往下躺一些 好 我们秤湿的时候呢 现在慢慢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笔上的水分 你看到没有 我有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吸水海绵对吧 把它吸掉一些这个水分 然后我们来调这个云朵的颜色对吧 现在我们是画的这个 由远到近的第二层呢 我们是画这个 画这个云朵了 所以慢慢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画的是哪一层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等这个纸面的这个颜色 纸面的这个颜色一定是半干不湿的时候 第二个就是你这个 水分好 水分一定要控制好 所以你看我拿了一个这个小纸巾对吧 适当的可以吸一吸 把这个笔上的水分给它吸走一点点 千万不能水分太多 我们先试一下对吧 比如说这个上面 我发现画上去之后这个颜色没有被冲开对吧 你看它慢慢的对吧 它可以自己去晕染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画这个 画这个云朵的时候了 你看 慢慢的越画胆子越大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结合我们刚才所学的这一点 就是它这个颜色肯定是比这个颜色更深的 对不对 要不然我们学这个黑白灰的关系干嘛呢 对不对 就是所以说我们它会影响我们调色 我们调色的时候就是这个颜色一定是要深一点点的 比这个背景的颜色要深 你看 再通过这个颜色的适当的晕染 它就会非常的自然 然后我们画这个云朵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形状 千万不能画的 它是有大有小的 好 你看它这个云朵的这种层次感就慢慢的 好 慢慢的就丰富了起来 好 我们继续往上进行一些叠加 适当的控制一下它这个大小 云朵的大小 好 慢慢的往上 那么这个颜色就会慢慢的升起来 因为顶上的这个颜色比较深了 对吧 因为它顶上这一部分的这个固有的这个颜色就比较深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 我们之前讲过就是顶上这一步它的这个明暗关系 或者说它的这个黑白灰关系 它就是比下面这一部分要深一点点的 好 继续 这个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还是在于控制这个水分 我们画水彩的时候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这一点 就是我们画的时候 不管是怎么样子的 时刻都是要控制的水分 你干画的时候对吧你水分就少一点点你湿化的时候你水分就多 但是这个多与少具体控制在什么程度 具体控制在什么程度 完全是由我们自己这个主观的去决定 它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公式也没有一个定论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也是我们最需要去练习的 慢慢的对吧往这边过渡我们刚刚说的注意好它的这个大小 你可以发现我我在画的这个同时哈 我一直保持着我这个黑白灰的这个关系对吧 现在这个背景的颜色是浅浅的一层对吧 那我现在画的这个云朵的颜色啊 我肯定会比这个背景重啊 就算我再浅的云朵你看我这个最浅的这个云朵对吧 给你们看一下哈我这个最浅的这个云朵 他都会比这个背景的颜色要深哈 所以这就是我们有这个前面的这个理论啊 有这个理论给你们做支撑的话啊 你把这个黑白灰的关系再运用到这个色彩里面的话 你就不用怕你就大胆的画就行哈 好这个就是我们在画这个云朵的时候 所以我说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呢方法是很重要的 哪怕你就是你如果说你会对吧 你有基础的话 你看这种的话根本都不需要去进行一个打稿的 你就可以脱稿去画 因为你心里面知道对吧 他哪些地方重哪些地方轻 好我们现在慢慢的哈 把这个位置的这个重色稍微给他加一加 秤湿的时候哈一定是秤湿的时候去画他 如果这个画面已经干了 或者说他他干透了的话 我们就暂时不用去画了哈 因为干了的话你去画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一些很明显的水痕 那么这个水痕的话是是不方便我们去进行一个塑造的哈 或者说在这个画的类型当中 他不他不适合我们去进行一个塑造 当然在其他的一些场景里面 可能水痕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塑造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是每张画我们不一样哈 我们具体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吧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讲这个 你看我现在由浅到深对吧 我先画的是这个黄色 画完这个黄色之后 我再画这个橙色 画了这个橙色之后 我再画这个红色稍微深一点点 所以他也是由浅到深 这个步骤我是做到了的哈 做到了的 第二个我是从这个 从这个远到近对吧 从远到近 那么这个的话给你们写一下哈 就是我们是从这个 从这个天空开始画的 对吧 天空就是这个背景啊 背景先上这个大一点点的颜色 然后再到这个 然后再到什么呀 再到云朵对不对 啊 然后再到云朵啊 然后云朵之后 我们待会再来画这个 数啊 数和前景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 接下来 我们再画这个 数就是我们说这个 前景的这么一个部分哈 所以你当你把这些亮灰暗黑白灰 对吧 把这个东西捋顺了之后 你的这个作画步骤以及这个作画思路 也是非常清晰的 对吧 就是我把这一块画完之后 我才会去画下一块 所以我根本就不用担心 我什么时候画这里 对吧 会不会就是我现在就画这里 你都不需要去担心这些问题的哈 为什么我可以先画云朵 再画这个先画背景 再画云朵 再画这个数呢 有没有同学想知道 想知道为什么 对吧 我给你们把这个来龙去脉讲清楚哈 如果说你知道这个原因的话 我可以不讲 但如果有的同学不知道 想知道的话 敲个1哈 敲个1 我给你们仔细来讲一下 好吧 把这个原理给你们一遍讲透 一遍讲透 好的 有同学敲1哈 那说明还是有一部分同学 可能就是不太了解 或者说他就算了解 或者说他知道的只是一个方面 对吧 他想听一下我是怎么样去 从多个维度去讲这个 讲这个理论的哈 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哈 首先第一个我们从这个 画面的这个黑白灰关系来讲 对吧 就是我们已经很明确的知道了 知道了 就是 这个的话 它是一个浅色的 对吧 就是我们说的 它是一个白色的背景 然后云朵呢 它也是一个灰色的云朵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黑色的 一个黑色的一个树虫 或者说是一个重色的一个树虫 对吧 我们当然不会就是直接用纯黑去画它哈 那么就是我们在画黑白灰的时候 我们脑海里面已经非常明确的知道这层关系了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是怎么样子的呢 对吧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由浅到深的去画 由浅到深的去画 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水彩它要由浅到深去画呢 它就不能由深到浅去画吗 有没有同学想过这个问题 或者说你想不想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水彩它必须要由浅到深去画 有没有同学知道 有知道的同学可以在弹幕里面刷一下 如果说没有同学知道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得好好讲一讲了 好 就是很多人都说 哎 对吧 我也在这个自学了一段时间了呀 对吧 我 我听他们都是这么画的呀 对吧 就是由浅到深去画呀 那为什么要由浅到深去画 有同学讲盖不住 这个是一个点 一个点 对了 把这两位同学的答案结合在一起 就是非常完美的答案 第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水彩 它是一个透明的一个水性材料 它是透明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这个第一海洋同学 讲了这个对吧 它盖不住的哈 它盖不住 所以这个就是 你把这两点结合起来 对吧 你想嘛 你如果说 你先画了这个重色 对吧 你再去画这个浅色 它这个 因为它是透明的 对吧 就给你 你拿了一张纸 对吧 你拿了一张纸 你先画一个重色 然后你再去盖它的话 你再在这个纸上面去画浅色的话 你这个浅色是盖不住的 对吧 它还是会透这个重色的底色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 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要由浅到浅的去画 对吧 它不能由浅到浅去画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个是这个材料的一个原因 就是 水彩它是一个水性的材料 透明的一个水性的材料 那为什么要叫透明这两个字 有没有同学知道 很简单 很简单 因为有不透明水彩 有不透明水彩 所以这个的话都是后话 大家如果是想听 后面也可以给大家去讲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非常的非常的就是 它是一个系统 它也非常的专业 对吧 所以它不是一下子两下子就可以讲清楚了 但是我告诉你有这么个东西 对吧 它是分透明水彩跟不透明水彩 那么透明水彩跟不透明水彩的话呢 就是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那么我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去讲一下 透明水彩的话 它就是字面印象 对吧 它这个颜色的过度 或者说它这个颜色的叠染呢 它是成透明的 它是成透明的 就是你画完这一遍之后 你再去画下一遍 你是可以看出它下一遍 你第一遍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不透明水彩是水粉吗 这个的话 其实它也不是水粉 水粉的话呢 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 比如说益考生 对吧 他们会进行这个益考 那么他们考的就是这个水粉 对吧 但是水粉跟不透明水彩的话 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有一些区别的 对也有不透明水彩 那么不透明水彩的话 它的这个意思也很好理解 它这个材料 它跟水彩颜料的话 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不一样的 我这里给大家去看一下 因为我有 所以我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看到没有 像这种的话 它就是属于一个不透明的水彩颜料 但是我们平常对吧 你看我们平常用的话 我自己用的这个颜料 就是这种 看到没有 这个是温莎牛顿的 就是割纹 割纹 那么这个颜料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透明的一个 一个颜料 对吧 透明的一个水性颜料 但是这个颜料的话 它就不是一个透明的一个颜料 它是一个不透明的颜料 那么不透明的颜料的话 第一个它是可以覆盖的 对吧 它是可以覆盖的 它是可以加白直接把这个颜色给覆盖掉 但是这种透明的颜料就不行 就不行 所以这个的话 是我们在画的时候 会有一个区别 会有一个区别 所以就是因为它是这种不透明的 就是它是这种透明的这种水性材料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呢 就是一定要由浅到深 还是回到我们这个问题 但是有没有就是从深化到浅的这种 这种画法呢 或者说这种这种画种呢 很很常见 对吧 就跟我们刚刚有同学讲的一样 水粉它就可以 对吧 油画它就可以 丙烯它就可以 对吧 这种画法的话 它都是可以由深化到浅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点 就是它们的颜色 或者说它们的颜料 都是存在着这个可覆盖性 对吧 你画上去之后你画坏了 没关系 对吧 它可以直接覆盖掉 那如果说是有这种覆盖性的颜料 那你就无所谓说 从哪个画到哪个 对吧 因为你就算画错了 你就把它把它覆盖掉嘛 对不对 你像油画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对吧 这个地方画错了 或者说我画的不是我自己想要的效果 对吧 我把它刮掉 或者说我把它重新盖住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你盖住之后它不会透底下的颜色 它不会影响你做画 不会影响你的画面效果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为什么对吧 我们要由浅到深的去画 就是从这两个方面 从这两个方面 给大家去把来龙去脉讲清楚了 第一个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黑白灰的这个关系 对吧 从这个亮灰暗的这个关系去分析它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材料的问题 对吧 它是透明的水性材料 所以你盖不住的话 你就只能从这个浅色开始画 懂得没有 听懂了 同学如果说觉得我这个解释 对吧 你听得豁然开朗 或者说你觉得讲的很对 因为这个条理梳理的很清晰的话 就敲个六 如果说听懂了的同学 你要知其然 对吧 还知其所以然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子画 对吧 我不这样子画行不行 哪些东西不是这样子画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 我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是给你们去画一个这个小风景 对吧 画一个这个小风景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 就是给你们看一下 或者说你自己去网上刷一下那些小视频 对吧 或者说你去看一些这种短视频 你基本上都能看到 他们都会给你进行一个示范 我自己画这种视频的话 可能10分钟15分钟 如果不上课的话 对吧 但是我为什么要画一个这个东西 只要十多分钟 但是我给你们上课 可能要上一个半小时上两个小时 对吧 关键是因为由这个画面 对吧 我们可以衍生出来的这种知识点 对吧 你要把这些知识点讲透 你说你一两分钟 对吧 一个短视频 或者说几十秒的一个短视频 他能给你讲这个原油吗 他能给你讲这个来龙去脉吗 讲不了的 对吧 所以他必须是要花时间的 必须是要花时间 如果大家能听懂的话 那就非常棒 就等于说我没白讲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 其实我刚刚在讲的时候 对吧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意图 就是让他这个纸面自然的一个干透 如果说有这个经验的同学 他就会知道 对吧 我可以用吹风 对吧 进行吹 如果说我不吹的话 我就 就跟我刚刚跟你们聊天 或者说刚刚跟你们讲知识点一样 我就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给你们讲清楚 对吧 把这个东西给 讲的来龙去脉 什么的 把它讲清楚 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话也是一个 既给你们讲的知识点 又 花时间让他自然的晾干 自然的晾干 如果说讲这个吹风的使用 其实也有一些很多技巧 但是我们今天没讲 没用 没用 用的话我就会给你们讲 没用 因为这里面的话 也有一些这种可以讲的点 咱们下次有机会 如果大家想听的话 对吧 可以留言 或者说可以想听什么 或者说你们想知道哪方面的一些教程 适合你们入手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帐号 也可以跟我们的助理老师留言 因为有的时候 我每次给你们去上公开课 或者说是讲这个知识点的时候 其实很大一部分 就是我需要听取咱们助理老师的一个意见 就是学员的一个诉求是什么样子 对吧 不能就是说第一个 现在我接到的一个反馈很多的就是 觉得就是说 一定要简单一点点的 对吧 你不需要给我整那些很高大上的 一上来就是人物的那种 对吧 因为大家的这个兴趣爱好 并不是为了去考学 或者说去取得一个多么高的一个层次的 一个成就 只是单纯的就是想自己练习 或者说自己娱乐一下 对吧 所以第一个你不需要画的很很难的那种 就如果说你起个型的要起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的那种的话 那可能根本就不适合 对吧 所以我你看我今天选的这个图 对吧 就是非常简单 哪怕你你就是脱稿都可以的 那么这种的话 适用性就比较广 大家就可以看完之后就去练习 如果说这个东西非常难对吧 我让你画个人物 对吧 我在这里讲两个小时 然后你自己去画 你可能起个型 你都要起一下午 那就没有这个普遍性 普遍性 所以就是第一个要简单一点点 第二个就是这里面的知识点 一定是要让你们就是听了懂的 或者说是你们经常能碰到能遇到的 对吧 包括一些技法也好啊 或者说是这种知识最基础的知识点也好 所以这个才是我上这种课 或者说我去给大家去上这个公开课的一个重点 因为咱们系统课的话 可能就不会就是去每次都去讲这种基础的东西 因为咱们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因为公开课的话 每次来的同学都不一样 所以我必须要给大家传达出这种 嗯 最简单或者说最清楚 最一懂的这些知识点 就包括刚刚有同学 对吧 我问你他为什么知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画 对吧 那可能很多同学有的同学 有经验的同学 他就知道啊 为什么要由声道歉 但是像这种问题的话 有些小白的同学 或者说刚刚入门的同学 他就是不知道对吧 啊 他可能知道这个这个结果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得来的 对不对 啊 所以我们就 给大家讲到这里哈 讲到这里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我们继续正常画啊 正常画 那么你看 现在的话这个亮色我已经流出来了 对吧 已经画完了 这个灰色我也已经把它画完了 对不对 就是你看这两个颜色 对吧 或者说整个这个背景 和这个云朵的这种关系 对吧 这个是白这个是灰这个是白这个是灰 所以他这个关系就非常明确了哈 我们就可以 你不去不去动它了哈 我们就继续往下画 水彩太难了 没精力花好几年的时间去学 不需要的哈 不需要的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 画水彩的话 它难是一方面哈 他确实如果说你没找到方法 或者说你自己去 有的时候去这个探索的话 它确实是一个这个可玩性比较高的一个画种 所以说你去探索它 或者说你去研究它的话 你是要花很多时间 但是你如果有方法的话 可以把这个时间缩短的哈 就是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就是 就是刚好我们这个 呃 我的系统班哈 明天会有一个毕业典礼 如果说蛋材班的同学哈 如果是大家有这个 时间的话到时候明天我们也会在这个B站上面进行这个公开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 我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我手机里面他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QQ群里面的一个相册哈 就是他们的一些作品 因为他们的话从学习到到最后的这个交毕业作品可能也就两个多月哈 两个多月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两个多月可以画成什么样子哈 这是他们的一个相册哈 我给你们看一下哈 看这个 刚好他们也上传了这个 毕业作品哈毕业作品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能看到画面吗 慢慢学慢慢来对吧 慢肯定是一个一个不能叫慢哈 只能说是叫一个一个过程吧 对吧 只能说是一个过程啊 看不到 那等我吧 我们先把这个画完好吧 先把这个画完 咱们画完之后再去给大家看哈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明天下午的话 三点钟咱们会有这个呃 毕业典礼哈 咱们会有毕业典礼可以直接来看的哈 都是对外公开的哈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只要画这个底下这个树的这个重色 对吧 那么同样的 我们在画这个重色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要确定好 哎这个重色一定是要比什么呀 比这个黑肯定比灰要深 对不对 所以这个当中它就会存在的一层这个对比关系哈 就是你看你的这个灰比白要深 对吧 那么黑也要比灰要深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哈 就把这个等式把它给稍微的记一下 或者说有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现在呢 接着来画这个完成我们这张作品哈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树的这一块哈 我们稍微把它画一画 树的话呢 我们就画的稍微给大家看哈 画的稍微轻松一点点好吧 稍微画的轻松一点点 然后它这个你看这个地方对吧 它这个树叶子或者说这个树的这个形状 我们稍微的把它画的舒展一点点哈 把它画成一个简眼的这么一种感觉 那这个树呢就是在这个夕阳的这个造色下 对吧它会更加的这个 有这个轮廓感哈 那么在画这个树的同时呢 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就是注意它的这个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构图了哈 或者说涉及到我们整个画面的一个 布局的一个问题 这个的话我到时候可以给大家去 大家想不想听 想听的同学的话 到时候下节课或者什么时候的话 可以单独的去跟大家去讲一下 对吧 你看我这颗树画的高一点点对吧 那我旁边这一棵树我可能就要画的矮一点点 我不能给它画的一样高的哈 画的一样高的话 就在这个形式上面 在这个美感上面对吧 就是我们说的审美审美 你在这个美感上面 就没这么好看哈 所以我在这个上面 就把这棵树画的稍微矮一点点 一丢丢哈 你看我画这个树枝的时候对吧 它这个都会有一个小尖尖对不对 把这个轮廓形啊 稍微画的丰富一点点哈 你看像这种的话就有点类似于这种 简笔画对不对 但是我们画的是这个轮廓对吧 画的是这个剪影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去把它 里面的细节画的多么的准确哈 画的多么的准确 好 这个地方两个差不多大对吧 那我们就从大小上面再区分一下 比如说这个我画的稍微小一点点哈 没有它这么胖 对吧 高度上面也可以再高一点点 画的瘦一点点对吧 你不仅有大小有高低对吧 你还有胖瘦 这个再画的瘦一点点细长一些 对吧 所以这种的话 你们自己都是这个上手的这个程度的话 是完全没问题的哈 就算你们没学过对吧 也可以去释手 但是你要掌握这个方法 对不对 掌握这个方法 然后再接下来又同样的 可以画一个稍微胖一点点的对吧 或者说稍微大一点点的这种 速 好 你看现在就是高低高低 它有它像这个音乐一样对吧 它有这个它有这个起伏高低高低 对吧 那你接下来也可以高对吧 也可以低高低高低对吧 它有这么一个像波浪型一样 或者说有这种韵律感哈 就是我们在画面当中我们说的 就是你要画的它有这种节奏性 对吧 那如果说这个画面当中 它没什么节奏 它都是平平的 那它可能就不太 不太好哈 不太好看 好 然后再到这边 这一部分 稍微的 稍微的给它加一个 好 那么慢慢的呢 我们延伸到这边 那么延伸到这边 这边是单独的一棵一棵的树 对吧 那我们现在画一个 一重一重 或者说我们画一个 跟它区分一下哈 画一个稍微就是这种 哦 怎么说 叫 一堆一堆的这种感觉哈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的这个颜色哈 可以画的稍微重一点点 那么画这个的时候呢 就是你要注意 它整体的这个 它整体的这个曲线哈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它它肯定是一个 看到没有 它是这种 有起伏的 有起伏的 好 它还有的地方会有高低的变化 对吧 它这个树它不是一个 一个很规则的一个物体 它是自然界当中 它是非常 自然的 随意的哈 所以它有的地方会高一点点 有的地方会低一点点 那我们一定把它这种 特质或者说这种特性 给它把握住哈 好这个地方你看我现在画的这些颜色哈 是不是都要比这个 呃 云朵的颜色要重 对吧 啊 我是不是按照黑白灰的那个 关系来画的 对不对 只是说在色彩上面 对吧 我有一些色彩 那么在素描上面 你也掌握好它这个黑白灰的这个关系 和规律 你再去画它 你就不担心画错 你看我现在还在把这个 黑色的这种关系把它加深哈 加深 让它这个黑白灰的这个关系更加明确哈 更加明确 看到老师画画的好有感觉 诶 加脆同学是 呃 有回放吗 应该是有回放的 好这个 到时候可以问一下咱们助理老师 好可以问一下咱们助理老师 是我们的学员是吗 今天碰到了我上公开课是吧 嘿嘿嘿嘿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以看到哈 我把这里画完了之后 怎么样 我换笔了哈 我换笔了 看到没有 我换成这个 呃 白鹿了哈 白鹿就是它是一支非常好用的这个 勾线笔哈 可以看到你看 我刚刚蘸了一点点水 对吧 你看它这个毛 它这个尖很长哈 很长 然后它比较 比较弹哈 比较弹 所以它是一支很好的一支勾线笔 那么 勾线笔的话 我肯定是要画这个电线杆的这个位置了 画这个电线杆的这个位置 所以你们画的时候 千万画这个电线杆的时候 不要用这种笔去画哈 看到没有 不要用这种头去画 你看 你看它这个 它这个笔的话 它这个头就 就很粗 看到没有 它就很粗 它就画不出这种很细很精致的这种线条来 所以你们新学院的话 如果说是在工具材料这一块的话 一定要就是前期如果不会的话 对吧 可以找助理老师问一下哈 或者说咨询一下 千万不要就是有什么就拿什么去画哈 好 我们现在来调一个深一点点的颜色 对吧 我们来画这个 画这个电线杆的位置 那么电线杆同样的 它也是一个前景哈 一个前景 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个前景的颜色加深 对吧 前景的颜色加深 好 下面我来给大家去画这个电线杆的这个位置哈 好 首先同样的对吧 我们大概选一个位置 你看这个地方我也没有画线稿 是不是 我就直接从这个地方开始画哈 你看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稍微粗一点点哈 慢慢的 对吧 新学院也不用慌 对吧 你不用怕掌握不好 你慢慢的把它顺下来就行了哈 也是同样的用这个剪影的一个方式 对吧 把它给画下来 好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剪影的这个方式 既然把它画下来之后 第二个我们开始给它 稍微的加一点点细节哈 比如说这个特征 对吧 这个电线杆上面基本上都会有一些这种 它的一个加电线的这种价值 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特征 包括有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些这种配电箱呀 或者说是这种 对吧 它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这种小盒子 一样的这种特征 我们把它给表现出来 好慢慢的 对吧 我们去画它这个 这个这种点缀型的物体哈 就是一定是一定是可以帮你去增加这个画面的这种丰富程度的 对吧 它可以帮你去提升这个画面的一个氛围和气质的哈 哎 稍微给它来的 你看我画这个线条的时候 其实是画的比较 比较果断的哈 比较果断的 好 这么现在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 电线杆的这个主体画完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看好了哈 重点来了哈 我们现在去画它这个线条 那么画线条之前我们要做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有没有同学知道想不想看 就是在画这个线条之前哈 教你们一个技法哈 就是我 一定要把这个 笔上的这个水分哈 稍微的刮掉一点看到没有 你看我用这个 面镜子去吸的时候 它这个水分是非常多的哈 虽然它只是一只勾线笔对吧 但是 待会等我画完之后 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稀掉一点哈 我先给你们画完好吧 有点的同学想看 我就把这个 示范给你们先做了哈 慢慢的对吧 好我们画这个线条的时候呢 有几个点哈 第一个速度要快哈 速度要快 第二个就是 你这个笔上的水分要少哈 好同样的在画这边的时候 先确定好它的这个位置哈 这样哈 我好画一点点 我这个 知识一定是要自己最顺手的一个知识哈 看到没有 你去拉线条的时候 第一个 知识肯定是要你自己最顺手 或者说最舒服的一个知识 如果说你画的时候 你这个知识不是很顺手的话 宁可这个时候先别画哈 先别画 因为你知识不顺手的时候 你画起来会非常的别扭哈 等我画完了之后 我再告诉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去画哈 好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看哈 我们这个 线条就完成了哈 就完成了 那么 这个画面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整个的这个 今天给大家做这个示范哈 做这个示范 就简单的就完成了哈 我给大家去看一下 其实没有多难哈 但是呢 我待会会给大家去讲哈 包括后进来的同学 你也不要着急 对吧 有的同学说 哎老师我前我后进来的对吧 我前面这一段我没听到 哎我没听到 我不知道你讲那些什么 或者说哪里是重点对吧 没关系哈 好好听 我接下来还会再给大家去复盘总结一下 对吧 复盘总结一下 因为我觉得一个是这个 听过我这个公开课的同学 应该都知道哈 一般是开头和结尾 我会给大家开头的话 会给大家去做这个要点的一个分析 结尾的时候呢 我会给大家去做一个总结 对吧 那中间部分才是给大家进行一个示范 好 那如果是 呃 后进来的同学哈 如果是中途进来的同学 啊可以敲一个8哈 我看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中途进来的同学是多不多哈 如果中途进来的同学多的话 那么我就会在这个 重新的给大家去捋一捋哈 捋一捋 如果说中途进来的同学比较少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就是 因为大家都一直在听嘛 对不对 那咱们就直接再讲重点再重复哈 把这个重点再巩固一下哈 好 好啊 大猪猪是后进来的哈 好的 那我首先就是 呃给大家去讲一下哈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重点 并不是在于教你怎么样去 把这个颜色画的多漂亮 或者说把你把这个画面怎么画出来哈 你可以看到我今天在这个版书上面 完全就没有跟大家去讲这个 调色的问题发现没有啊 以前的话我可能会给你们就是 比如说我这个亮部调了个什么颜色 我会给大家去标注一下对吧 但是今天的话呢 我根本就没有去讲这么一个事情哈 今天的话主要是给大家去讲这个画面当中的一个黑白灰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黑白灰的关系呢 他不仅仅只在于这张画面当中存在 他在任何一张画面当中他都有哈 他都有而且他不只是说 只在素描当中他才有黑白灰啊 在色彩当中他同样有他的黑白灰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啊你可以做一个小测试 对吧就是你拿自己的手机对吧 你用彩色模式拍一张 然后你把它转换成黑白的时候 你看他是不是有这个黑白灰的这个关系啊 他在转换的这个过程转换成黑白照片的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有的这种现在这种手机上面 他都会有这种自带的这种滤镜对吧 他有什么黑白的滤镜啊 什么棕色的滤镜啊 什么反骨的滤镜啊对吧 复骨的滤镜啊 你去把它试一下你就知道啊 其实我跟你们讲的这个黑白灰的关系 他就是在这个滤镜当中所说的 我们叫做黑白模式对吧 或者说叫做有的可能叫法不一样啊 什么复骨模式啊 或者说什么单色模式啊对吧 他其实就是这个黑白灰 那么我们今天这堂课的话 就是主要是讲这个通过这张素材啊 然后让大家去知道这个黑白灰 在这张画面当中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以及我们在画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把这个黑白灰的这种关系 把它运用到这个画面当中来 对吧 首先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步骤啊 步骤就是由前到深由远到近 那么我们就是讲的这个做画的具体的一个步骤 就是先画这个背景对吧 先画这个背景 再画这个云层 最后再画这个前面的这个前景 那么这个是这个黑白灰啊 由浅到深 由远及近呢也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画的是这个天空和这个背景 这个是离我们最远的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云朵对吧 离我们第二境 那么第三的话就是我们画的这个树林 然后这个前景啊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讲究的这个做画的一个步骤啊 由远及近 那么刚刚我给大家去讲的就是这个 我说这个勾线的时候啊 勾线的时候有一个技巧对吧 第一个啊一定是这种正确的用笔哈 这里的笔的话指的是勾线笔哈 对吧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种勾线的这种毛笔 一定是要用这种稍微专业一点点的这种勾线笔 不要用这种不要用这种上色的这种笔哈 你看他这个笔头都是凸的哈 他比较比较粗看到没有 他这个这两个对比起来的话 他这个他这个笔头比较粗 他很容易他很容易勾的比较粗哈 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水分要少 那么这个水分呢 纸面干燥啊 纸面是干的 笔上水分少啊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看到我为什么会用这个卫生纸对吧 一直在不停的在这里吸他这个笔度上面纸的颜色 虽然他是一直勾线笔对吧 但是你看我画出来的这个线条 他这个颜色他这个他这个干的这个部分哈 他是非常非常果断的 所以他不会他不会有很多的一个水分 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二个要点就是水分要少 第三个哈 第三个就是你们去勾线的时候啊 这个速度啊 一定要快啊 一定要快一定要果断 你不能这么慢悠悠的去这么去去去去画他啊 你这么慢的话啊 他这个线条就显得不够流畅啊 不够流畅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对吧 你看 像这一部分的话这个勾线这一部分哈 就是这么几个要点啊 大家可以去参考啊 可以去参考 这个要点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讲的黑白灰对吧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黑 就是这个 树林的部分 树林的部分 这一部分的话呢 这一部分啊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背景的这一部分 对吧 这一部分他是量 对不对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天空 天空这一部分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对吧 云朵对吧 云朵的部分 他就是一个灰调啊 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画面当中黑白灰的一个分布啊 整个画面当中黑白灰的一个分布啊 整个画面当中黑白灰的一个分布 然后就是我们 从上到下画这个天空的时候啊 我们要注意一个 由深到浅的这么一个过渡哈 你看就是我上面这个颜色稍微会深一点点对吧 然后慢慢的变浅 然后慢慢的过渡 然后慢慢的过渡 然后再到下面这个颜色 所以这个的话是我们在画的时候 这个画比较简单哈 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就是掌握好这么几个点啊 你们肯定就能把这张画 就算没有基础的同学啊 也能把这张画给画出来啊 也能把这张画给画出来 所以这个是今天给大家去讲的这个 知识点哈 一个比较重要 但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一个知识点 那么刚刚呢 也跟大家去讲说 我们明天有一个这个毕业典礼哈 我看一下 可以打开了哈 给你们看一下 想不想看 想看的同学可以敲个6哈 给你们看一下 先提前就给你们看一下下哈 好的 因为像我们这些学员的话 他们都是就是说 也是经过一个系统们的一个学习 大概的正式上课时间哈 上课时间大概是两个月左右 所以刚刚有同学在问说 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去学 那这个的话我觉得 学无止境哈 你这个学习的时间是可以去延长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就是我们活到了 学到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你你你的这个 你学了好几年 但是你的这个效果 或者说你的进步并不明显 或者说给你的这个付出并不对等的话 那可能就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哈 因为我们说活到老学到老的话 他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 但如果说你 你学了好几年 你都没有进步的话 那我觉得要么就是方法有问题 要么就是你这个 对吧 就是这个 其他的一些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哈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哈 像这种的话就是 呃 我们之前的一些啊 三期的一些学员 你看他7月25号才传的这个作业哈 今天28号 我们是这个 呃 我们是明天的一个毕业典礼哈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同学 明天的话可以 可以去进行一个 测热的哈 哈哈哈哈 因为明天的话就是是周六嘛 对吧周六 所以你会看到 你看他的这个 看不到 展示你是放在桌面上面 没有展示到那个里面去啊 展示到哪个里面去啊 你是用的 是 稍等一下哈 你要不就直接分享一个 这个不要了 删掉 这个图片不要 稍等一下哈 我把这个 因为他是在那个 在那个软件里面哈 稍等一下 我把它调出来哈 直接分享个片 直接分享个片 有提拼吗 这个好像不能分享这片 你只能分享这个窗口 这个 嗯 对 可以自己把它弄了 拉巴拉呀 啊 可以了 看到了吧 这个应该看到了吧 现在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 你看像这种的话 都是我们之前就是 呃 哎 去哪里了啊 对吧啊 这是他们教的一些 毕业作品啊 毕业作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他这个画的是呢 画的是一个临摹 可以看到 他整个色调包括他的这种线条 对吧 这个是钢笔淡彩班上的哈 钢笔淡彩班上的 因为像钢笔淡彩的话 他对于这种新学院来说的话 他是比较好上手的 第一个他的水分 他可能不像存水材那么一样 那么难掌握哈 第二个他会有一个这个 前期的给你们放大看一下哈 他会有一个看到没有 他会有一个勾线的这么一个步骤哈 勾线的这么一个步骤 所以他的这个呃 线稿这一方面失败的这个几率还是比较 因为我们一般都会就是呃 他画完草稿之后给我看一下线稿啊 看一下线稿 然后线稿完成之后 我才会让他上色对吧 好的像这个的话也是我们之前的一些学员哈 学员他们教的毕业作品哈 那你看像这种的话就是啊 钢笔淡彩很适合的是什么呢 就是适合这个呃 日常的一些记录和和这个小物件的一些表现哈 当然他也可以画的那种比较大气的那种场景 待会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啊 因为我有个学员的话 他应该是这个月哈 这个月他去了那个他去了那个318哈 去了那个318就是去西藏了 然后他回来之后他马上把他的那个 他马上把他自己的那个路上拍的一个照片 对吧他进行了一个一个表现哈 来就这一张啊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像这个的话呢 就是他自己拍的一张图片和一个素材对吧 但是你会看到他他画完之后哈 这是他的一个步骤对吧 他是他的一个做画的一个步骤 但是你会发现他画完之后他整个他这个画面的话 完全是要比他的那个照片要好看的哈 要好看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画画的话 有的时候是呃 源自这个生活对吧 或者说源自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场景 但是他表现出来这种的话 他肯定是会比这个画面啊更加好看 或者说比这个素材更加更加漂亮哈 这就是他之前自己去画的一个这个素材 那还有像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这个应该是一个电视剧哈 一个电视剧 所以你会看到他把他这一张上面这一部分的这个 这个截图对吧 进行了一个转换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成品哈 我觉得他的这个成品比那个 电视的可能就更有意思哈 就更好看对吧 就就就就更加具有趣味性更更加具有这种 我们说的画画的这种画味哈 画画的这种味道啊 还有就是我们这种学员对吧 你看他自己的把他自己的这种生活对吧 他通过这个绘画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我觉得这种的话就是确实是 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哈 就是如果说你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技能对吧 来记录自己的这种生活的话 我觉得就跟我开始刚刚那讲的一样 就是我们并不是去需要去考学呀 或者说怎么样对吧 你看这种画的多可爱呀 对吧 所以我们我们并不是需要去画的多么的那个 但是我们可以去记录我们的生活 或者说去表现我们想表现的一些物 一些 这种 我们自己能表现出来的这种的话 我觉得就是 挺不错的哈 就是通过这个画画这件事情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些同学哈 你看像这个也是画的哈 就是画的都是这种 比较有趣味性的哈 比较有趣味性的 好 再给大家找一找哈 像这种的话都是我们我们这一期哈 这一期的话上课的话是从 我们大概是两个两个月的时间哈 我们的课程的话是两个月一周 一周上两次课哈 两个月的十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这个兴趣或者说是想去了解的话呢 你可以去找咱们的这个助理老师哈去了解一下去咨询一下哈 然后你看哈就是我们的作业对吧 或者说你自己去学习的时候你看啊 我们是会一定会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呀 你看这个作业指导哈就是你一定要去你画成什么样子对吧 或者说你你的哪些方面有问题 或者说还不足的地方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 点评对吧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一些你看 像这种的话就是我们会有 讲师给他进行一个指导哈就是你怎么去改对吧 你哪些方面还不够那你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进行修改 所以这种的话就是当你整个画面你画完之后 你会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而不是说你画了自己去看自己去画 你画了一个月两个月一年量一年两年对吧 你还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这种的话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有经验的人 或者说你需要一个专业的人去帮你做这件事情 去帮你做这件事情 你可以去找你身边专业的朋友啊或者说专业的老师啊 或者说哪怕你今天画的这段话对吧 你没有这种 或者说你身边没有擅长这方面的朋友的话 你可以发给助理老师对吧 让助理老师拿给我看或怎么样 都是可以的啊 好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讲的这个 整个画面的一个知识点 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黑白灰 因为一堂课的话我不可能跟你讲太多的一个知识点对吧 你只要好好的把一个知识点把它学会了之后 对吧你把它讲透了对吧 就跟我刚刚今天跟你们讲的一样 你把这个知识点黑白灰的这个知识点讲透了之后 你下一张画面你可能不是画这一个对吧 可能不是画这一个 但是你也能把这个知识点运用上来 那么如果说我下一次给大家去讲这个色彩的关系 或者说讲一些色彩的理论知识对吧 你只要讲听懂了一个点对吧 那你这个这个课就没摆上对不对 好了哈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咱们今天这堂课的一个 就上到这里了 就上到这里了 然后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如果说是在这个示范过程当中 或者说是在这个理论讲解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现在有问题的同学呢 可以去进行一个弹幕或者说提问 然后我来给你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解答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上直播课对吧 因为直播课的话 它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你这个实时的一个互动的一个问题 好录播课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第二一个的话呢 如果说你回去之后 你做了一定的练习对吧 你在练习当中发现了有一些问题对吧 那你这个问题的话 你可以找助理老师 或者说找科夫老师去反馈 然后的话 可以你我来给你进行一个指导 你在沁阳市 对呀 这个就是 线上直播课的一个好处 就是它非常的 它消除了这种地域的这种限制 对吧 你不管你是在 因为我们有些学员 就是我们系统班的学员 他有的时候 他都是在国外的 你知道吧 他不是在国内 他在国外 他都有时差 像我之前 就是我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我这个学员 就这个学员 他是在马来西亚 你知道吧 他在马来西亚 所以他跟我们是有时差 是有时差的 所以 但是呢 他有时差 他可以去上我们的这个直播课程 对吧 那这种就是消除了这个地域的一个限制 水彩为什么画不出来 画出来效果不好 你这个问题就是 太能太笼统了哈 就是 呃 你这个不太好讲哈 因为你你的这个描述 非常含糊 我不知道你这个效果出不来不好 或者说怎么样 就是第一个你这个好与坏的标准 每个人不一样 对吧 第二个你是 整张画面的效果不好呢 还是说你局部某一个地方 比如说控水 对吧 没空好 然后这一块地方的这个颜色 糊到一起去效果不好 还是说你整个画面的色调 或者说你整个画面的构图与布局 不行 或者说混乱 对吧 层次不够 导致你这个画面效果不好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 没办法给你去做具体的解答哈 只是说我能够告诉你就是 呃 你可以去分析一下 我不知道你是零基础还是有基础哈 啊 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但是如果是我们系统班的学员的话 我就可以知道 对吧 他的基础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他平常跟我的互动是什么样子的啊 或者说他跟我的这个作业指导的时候 沟通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 嗯 及时的跟 对吧 老师进行一个反馈 让老师了解的你的一个 实施的一个情况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就跟我们上学是一样的 对吧 啊 你上高中也好 上初中也好 就是你的班主任肯定对你这个人的这个 情况是非常了解的哈 他对你非常了解 他才能够就是在一些科目上面 对吧 或者说在一些学习上面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好的 还有其他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咱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好 如果是后面后续 啊 有什么问题不懂的话 也可以及时去 找咱们助理老师哈 或者客服老师 然后你们画了这张画的话 啊 可以拿这张画啊 发给客服老师 然后我来帮你们看一下也是可以的哈 好的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下播了哈 咱们直播的这个课程的话就到这里哈 拜拜 你 你 你 咱们 这 喝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